这绝对是韩国最精神的丧尸剧 每秒都会让你沉浸在恐怖之中 韩国因病毒爆发 人们都变成了可怕的丧尸 这天晚上韩国军队派出大量武装部队 包围了这片区域 一群怪物正在冰天雪地里垂死争扎 随着一声令响 所有机枪对准一个男孩发起疯狂的射击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男孩居然拥有不死之身 这些子弹根本伤不了他 男孩为何如此强大 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男主贤秀是一个电竞爱好者 失去家人后 带着自己的电脑搬进了一栋老旧的公寓 刚来到楼下 差点被割草的保安大叔削掉脑袋 回到房间后 贤秀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然后来到天台上 准备离开这个世界 这时他突然被眼前的世界被深深吸引 一位美女正在展示他优美的身姿 正好踩到一块口香糖上 女孩质问贤秀是不是他吐的 还批评他想自杀的话 最好换个地方 贤秀还想看球赛直接离开了天台 保安这边因为经常偷懒 被上司教训了一顿 这是一位好心大姐 给他送来一箱鱼杆 保安高兴得不得了连忙道歇 当他打开箱子后 发现里面的鱼杆早就爬满了苍蝇 下一秒保安就流出了鼻血 贤秀的楼上住着一位贝斯女孩名叫恩宿 这天正上班时 在电梯口遇到了一位宝妈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宝妈进入电梯后 李老师走了过来 说他本来是个好女人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夺走了他的女儿 精神受到严重的打击后变成了这样 贤秀这边整天沉迷于电竞游戏 每天吃着垃圾食品 就连快递小哥都不愿走进他的房间 这天他开门去快递时 发现有人偷吃了他的泡面 贤秀寻着轨迹一路寻找 竟然看到了如此恐怖的一幕 他赶紧跑回房间蜷缩在被窝里 这是一个女人敲下了房门 说自己遭遇了不幸 希望得到贤秀的帮助 贤秀回想到刚才的一幕 感觉这个女人有些异常 让她把手抬起来证明一下 女人发现自己被揭穿后 马上鼻血狂流 露出恐怖的面孔 然后用力敲打了房门 这是楼上的音秀正沉浸在音乐中 女人听到后转身向楼上跑去 贤秀感觉到女孩有危险后 带上一把武器冲出了房间 来到楼梯后正好遇到了刀疤男 他问刀疤男看没看到一个女人上楼 可还没等对方回答 自己就晕了过去 镜头一转 有人敲响了恩秀的房门 他以为自己的声音太大 吵到了邻居 边道歉边向门外走去 刚走到门口 却发现门外站了一个恐怖的女人 一边喊着好恶 一边用力敲打了房门 恩秀害怕极了 拿起棒球棍做好的房门 眼看房门就要被砸破虚 门外突然安静下来 下一秒刀疤男出现在他的门前 林秀出门一看那个女人已经跳窗逃跑 这时刀疤男一拳打在铁门上 用实力证明是他赶走了怪兽 这时芭蕾女孩的哥哥小李准备上班时 发现楼下拒结了许多住户 原来有人封锁了公寓的出口 保安在这时却也消失不见 当他们准备报警时 发现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这时金叔来到保安室 终于发现了控制大门的开关 铁门缓缓升起时 他们发现门口站着一个奇怪的身影 这些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怪物突然伸出十米长的吸管 刺穿了最前面的大叔 用力吸食着他的血液 下一秒大叔就被吸成了皮包骨 众人被吓坏了 赶紧躲了下来 这时小李拿着灭火器冲了出来 将怪物连连击腿 当怪物快要退出门口时 铁门缓缓下降 没想到最后一刻 灭火器突然耗尽 幸好小雪及时赶到 直接将怪物撞出了门外 腿部也受了重伤 小李顶住铁门 拼命将小雪救了回来 这时他们发现怪兽不止一个 外面已经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怪兽 他们被外面的世界彻底震惊 小李感叹道 难道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了吗 所有人冷静下来后 将那名受害者锁进单独的房间 防止他发生变异 然后用柜子堵住了大门 这时一位大姐冲过来 说她要出去救自己的女儿 手机定位显示她就在附近 可小李为了大家的安全 果断拒绝了她 巴黎女这边正一拳一拐地 向楼下走去 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奇怪的声音 一不小心滚下了楼梯 这时刀疤男出现在她的面前 女孩为了掩饰尴尬 假装挽起了手机 这时那个女怪兽再次杀了朋友 直接扑到男人背上一顿狂恨 男人一个过心摔将她扔到了 然后带着巴黎女来到了楼下 这些人看到她背上的伤口 担心她也会变成怪兽 直接从背后偷袭 将她电影了过去 恩秀这边也遇到一个被感染的男女 当她正要发起攻击时 恩秀挥起手中的棒球棍 直接将她干倒 正要潇洒离开时 男人站了起来 此时她已经完全变成怪兽的模样 还好李老师及时赶到 一刀削掉她半块头颅 她以为这样就解决了怪兽 没想到怪兽只剩下半块脑袋 依然站了起来 这是楼上的贤秀拉开窗帘 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应舞眼帘 下一秒鼻子也流出大量鲜血 贤秀被吓一跳 赶紧从网上查找原因 网友表示 这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诅咒 如果被感染的话 最好选择自杀 活着只会带来更多麻烦 如果实在不想自杀的话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 当她瞪大眼睛去看时 一个弹窗让她陷入了绝望 这时贤秀突然有一种 突如其来的饥饿感 再次想起被女怪兽破坏的泡面 刚一开门半脸怪兽就走了进来 虽然她看不见 但是听力惊人 只要有一点动静 都会引起她的注意 贤秀屏住呼吸 怪兽呻吟着离开了房间 没过多久 她突然听到窗外有动静 原来是一位父亲 准备到楼下为孩子们寻找事物 这是一只大眼怪 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 父亲受到惊吓 直接从楼上掉了下去 眼看两个孩子 就要成为怪兽的午餐 一个显示器 直接砸到她的头上 大眼怪一路向上 来到贤秀的窗前 贤秀拿起铁棍戳中她的眼睛 却被怪兽 像蟒尸一样缠了起来 就当贤秀快要窒息时 大眼怪突然断成了两击 贤秀来到窗外一看 原来是隔壁的大叔 用自制的武器救了他一命 当贤秀准备表示感谢时 大叔提醒他赶紧闭嘴 因为那些怪兽会闻声而来 而且他们是杀不死的 贤秀一看大眼怪 果然又站了下来 这时大叔用纸板写道 想不想救楼下的孩子 如果愿意合作就过来找他 贤秀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武器 准备出发 大叔让他把手机调成通话状态 那样怪兽靠近时 就会产生噪音 贤秀照做后 成功来到了大叔家 原来大叔叫韩豆芝 是一个残疾人 曾经是我爱发明的最强选手 将贤秀的武器改进后 变成了电热 所有属性质瞬间拉满 贤秀带上新武器 再次走出了房间 可是还没走几步 又遇到了半两怪 贤秀逃进电梯内 等怪兽经过时 直接刺穿他的大腿 这时怪兽的手臂 突然衍生树湿 差点刺上了贤秀 还好半脸怪 只能靠听力寻找目标 贤秀顺手抓起旁边的龙珠 干扰了怪兽的注意 然后趁机刺穿他的后背 怪兽马上立正站好 全身颤抖起来 最后被电影了过去 贤秀也成功找到了两个小孩 当他准备将小孩 带到大叔房间时 突然流出了鼻血 看来这就是即将变异的前兆 贤秀的脑海里 突然闪现出之前 被同学欺负的画面 当他走在大街上 这些路人突然消失不景 这是邪恶人格出现在他的面前 蛊惑他释放心中的恶魔 这是两个孩子的呼唤声 将他拉回了现实 此时一个肌肉型怪兽 出现在他们面前 贤秀被压在了门下 怪兽用力撞破一个缺口后 来到孩子面前 贤秀一把抱住了怪兽 让孩子赶紧逃跑 自己却遭到怪兽的致命打击 就当贤秀快要被打敏 李老师及时出现 化身三道琉璃亚索轻松击倒了猛兽 将贤秀带到安全的房间 同时也发现了他被感染的秘密 能秀准备一棍将他打死 却被李亚索拦了下来 他说这个男孩和那些怪兽不同 应该不会变异 这也许就是神的旨意 姐弟俩这边正在向楼上走去 不幸的是刚来到楼梯口 突然遇到了半脸怪 弟弟被吓尿了 姐姐急忙捂住弟弟的嘴巴 避免发出声响 此时旧怪出现在他们身后 发出兴奋的吼叫声 半脸怪听到声音直接刺向了鸡肉怪 姐弟俩趁机逃过一劫 鸡肉怪一把将半脸怪拽到自己面前 两个怪兽的体型相差悬殊 半脸怪毫无还手机会 没几下就被鸡肉怪KO 扔出了窗了 姐弟俩这边还没走多远 就被鸡肉怪追了上来 千军以发之际 宝妈出现在他们之间 站在怪兽面前警告他不要伤害孩子 结果却遭到鸡肉怪一顿猛唐 这时贤秀三人追了过来 为了安全起见 让贤秀带着孩子先行离开 留下李亚索和恩秀 对付眼前的庞然大物 恩秀冲上前就是当头一棒 李亚索也马上加入战斗 可怪兽的肌肉实在太发达 如此锋利的五十刀 都无法斩断他的手臂 这时李亚索开始使用嘲讽技能 引诱怪兽离开了现场 来到一个窗户前开始聚集 随后这些人来到老韩家集合 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楼下的人们在电视上观看着西门 总统告诉所有居民 千万不要惊慌 政府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花银刚落总统就流出大量敌血 一旁的军官发现他被感染后 当场将其击底 这个消息让住户们突然崩溃 他们不知道政府还会不会派人来救他们 小厨这边还在寻找楼里的宫殿系统 刚合上殿长 突然被一个怪兽托入身处 很快就被蜘蛛丝缠起来 倒挂在天花板上 这时坐在派电室的小李 发现了小学的处境 但他却将这件事隐瞒了下来 另一位大妈趁这些人不注意偷偷打开了铁门 因为手机定位显示 他的女儿正在向大楼移动 他要去救自己的女儿 大伙拼命将他拦了下来 没想到一个女孩真的跑了过来 士兵冲出去拯救女孩时 一个触手直接穿透了两人 用力吸食着女孩的血液 原来那个吸血怪一直没有离开 而是躲在附近等待这些人的现身 我们好 所以 我知道 你们好